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肝功能對於肝癌病人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決定因素 決定到治療的成效 因為很多時候肝臟的治療 包括一些電療或者肝動物生失的化療 以至標靶藥物 其實都會影響肝功能 或者需要肝去分解排出體外 如果病人的肝功能太差的話 他是不能夠承受這些治療的 所以其實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做任何醫肝癌的治療 我們都會評估肝功能的 病人的肝功能 我們一般透過抽血和看他臨床的情況去判斷 我們會看看他做蛋白的功能 他有沒有黃膽 或者他有沒有腹水等等 去判斷病人的肝功能 一般來說如果病人的肝功能 是A級 即是說最理想的話 他可以接受到更多治療 而他做治療的成效也會比較好 副作用也會比較少 相反如果你說肝功能可能會有些轉差的現象 因為他本身的肝癌化的話 他可能做治療的成效也會比較不理想 也會有比較多的併發症 所以檢查肝功能在肝癌的病人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